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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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和大家去游覽 属于西贡区最南端的岛居 东龙岛 在出发之前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看一看地图 我们落船之后 先到东龙岛的北岛 那里的景点有灯塔 营地 炮台等等 之后我们就向岛的南边进发 我们会先到六颈湾 回程的时候就会顺便游览石黑 看完石黑 就要回到码头搭船离开 全程预计用4-5个小时 是一条轻轻松松 适合家庭组合或者拍拖的路线 我当日就在游堂站的A2出口出发 落天桥 过对面马路 向前走 一直走到最前的路口 转油 下去三家村的方向 大概走十多分钟 就会到达三家村的码头 只有星期六 日和公众假期 才有船去到东龙岛 在游堂站 走到码头 大概用了十三四分钟 就走到码头 买船票的时候 可以买立即日来回的船票 来回船票每位成人就是45元 码头附近只有一间洗手间 或者上到船都有洗手间 船票一定要保管好 因为来回都会用这一张票 由于去东龙岛的是小船 如果想坐在一起 就一定要早点过来排队 三家村大概三十分钟船程 就来到东龙岛 首先去找餐厅 由于在早上出发的时候 都没吃过东西 所以在码头附近 找到一家士多 吃早饭 这里的价位 是公仔面 由35元到42元 我就点了炒饭 65元 味道我就觉得略为偏淡 加了辣椒酱 就比较惹味 好 吃饱饱了 现在开始起行了 我们首先去这个营地 那边就会有灯塔 这个是我们吃完饭之后 第一个首要的行程 我们现在出发 在东龙岛 主要有两个露营的场地 一个就是近灯塔 非政府的营地 而另一个就是政府营地 那边就是近东龙炮台 我们经过士多麦林 几分钟之后 就来到这个鸡拿石的山脚 其实有条路上去的 不过都要手脚并用的 不过我们要去其他地方 因为太多景点了 我们现在去了露营那边 看灯塔先 刚才我们拍了一只蝴蝶 乖乖地的 在花里面也很好 要让我拍了十几秒 这么近 拍这只蝴蝶 島的北面就集中了很多士多 方便行山游 或者露营的人士补给 我们穿过假日士多 去营地之前 向游转会经过一个石滩 在这里游绳下去 难度都不是很高 如果和小朋友下去 都是一个有趣的探险旅程 来的 现在游绳下去了 那个行山鞋 对这个行山是很重要的 拿着一条绳子游下去 小心 我拔另外一条 你拔这条 因为其实都有几条绳子 好像探险那样 很漂亮 这些沉积岩鱼 有点像东平洲的羹楼石 不过它更加大 而且更加海岸 东龙岛的岩石 主要是由凝灰岩所形成 这一道近海的岩石 受到海水长期的侵蚀 吃完饭过来吹吹海风 当堂醒神了 漸漸就形成了 大大小小的海食洞 海食粒 吹月 懸崖 海食平台的等等地貌 海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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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上來了 三泰兩泊 我們現在去非政府的露營營地 這裡更近海邊 在這裡看海或者看日出都很適合 第二個打卡景點就是這個燈塔 就是這座古老的白色184燈塔 它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是東隆島的地標之一 東隆島是西貢區最南端的一個島嶼 這裡的面積只有2.42平方公里 我們離開營地之後 接著會經過石灘 現在就向東隆島炮台出發 在炮台附近也是第二個露營的場地 跟我們剛剛經過近海邊的露營場地 可以說是各有特色 如果想看海景或者日出的話 我就推薦剛才我們剛剛來的非政府營地 但是如果想方便 有露營的設施 我就建議在政府的營地露營 由於疫情的關係 東隆炮台展覽中心暫停參觀 但是想不到連炮台都因維修而暫停開放 由於維修中 我們唯有在外牆繞個圈 根據歷史記載 東隆炮台是在清朝康熙年間建造 是用來防禦海盜 而炮台亦在1980年 列為法定的古蹟 在懸崖邊 我看到有人玩飛索 感覺很刺激 我們回到剛才下船吃東西的士多 然後就向士多的另一邊 這邊走到綠頸灣大概一個多小時 起初會有樹蔭 而且就在這一邊 就比較寧靜很多 現在要開始上山了 這段時間都是暗斜 然後就會上樓梯 我們上到石刻的附近 大概還有1.6公里 就會去到綠頸灣 我們先去綠頸灣 如果回來的時候 有時間才去看石刻 那我們現在趕快出發 對面這個就是小西灣那邊 很平靜 這條路人流真的不算很多 比起剛才留在北島那段時間 就真的很多人 比較人聲多 在綠頸灣 在東龍島的南邊 因為這裏的地形像綠頸 所以就叫做綠頸灣 由我們士多慢慢走過來 大概走了半小時 大概走了半小時 已經走了一半 還有790米 就會去到綠頸灣 如果天氣好的話 就可以看到右面的對岸 是石澳和龍脊 鹿頸灣的海岸線彎曲 水面平靜 而附近岩石駿津 風景也挺壯麗的 前面沒有高樓大廈 沒有其他地方 我覺得有點像天涯海角的感覺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雖然我們剛才在島的北邊 逗留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們平時已經離開東龍島 而是多數在島的北邊聚集的話 不如試試來這個南島 這個海岸就是牛頸岸的岩石 啊 中心飯 甚麼好吃 乾杯 海岸 沿著山路走 就會走到南塘頂 那裏也是東龍島最高的地方 如果走到南塘頂 就可以飽覽東龍島的北部 遠望海峽伸延到太平洋 也是東龍島著名的打卡位 沿著山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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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我们离开这个鹿颈湾了 其实来的时候我看到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天涯海角 在这边野餐或山坡都很一流 听着海浪声看着白头浪拍打岸边的石 这个旅程最后一个景点就是东龙石刻 是香港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个石刻 在1819年就已经有记录 经过东龙堂的观景台落一条长长的楼梯 如果要看东龙石刻首先就要落五百多级楼梯 想回来就要来回千多级楼梯 不过事先声明东龙石刻不是一些很震撼的景点 大家都可以看下以下的片段 再衡量一下值不值得下去看这个石刻 石刻长2.4米高1.8米 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亦都是现时香港已经发现到面积最大的石刻 亦都列为了法定的古迹 曾经亦都有文献记载过东龙石刻 在嘉庆年间编制的《新安院志》 就有这样的一句描述 石壁画龙在佛堂门 有龙影刻于石质 就是指东龙堂佛堂门前这个石刻 看完这个石刻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回程 走一条刚才我们下来很轻松的楼梯 长长的楼梯 我们沿路回到码头 因为我们预计的时间早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们上船 我们现在先试一下排队 由于我们早上船 其实我们后保有船位就可以上船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频道 记得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最重要就是按我铃铃 当有新片出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约定你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